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科宁迪斯尼 这次我们去上一节的基础上去实现一个用对排序所实现的一种数据结构 叫做优先级对列 我们在面试题目中所讲到的这个系统的时钟机制 实际上呢就是必须要依赖于这个优先级对列这种数据结构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实现 那么优先级对列是一个怎样的结构呢 优先级对列实际上是基于堆排序的一种数据集合 那么由于堆排序呢 堆分为两种 一种叫大堆 一种叫小堆 所以这个优先级对列根据它所基于的堆的性质也分为两种 如果这个优先级对列是基于这个大堆的 我们就称为这个最大优先级对列 如果这个优先级对列是小堆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最小优先级对列 那么要实现系统的这个时钟机制的话 实际上就是要使用这个最小优先级对列 我们在这里先对这个最大优先级对列进行深入的分析 知道了最大优先级对列的特性之后 你自然而然就能够把握最小优先级对列的这个实现 有了这个最小优先级对列的知识之后 你就能够很轻易的去设计一个系统的这个时钟机制了 我们看一下优先级对列这种数据结构的特点 优先级对列呢实际上是一种一组元素的集合 这个集合呢必须满足下面几种操作 第一 Insert X 也就是往集合中加入一个元素 第二个是 Maximum 也就是说调用这个函数之后 我们要立马从集合中返回当前集合中 这个值最大的那个元素 那么第三种操作叫Extra Max 也就是我们要把集合中最大的这个 值最大的这个元素给从集合中拿出来 然后去除掉 大家要记住 去除掉之后 假设我们执行了这个Extra Max之后呢 再次执行这个Maximum的时候 这个函数要返回这个原来集合中第二大的元素 这是要注意的一点 第四种呢需要执行的操作是Increase Key 也就是说我们把集合中的一个元素增加到K 那么假设我们这个集合中这个最大的这个元素呢是16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最大优先级对列 调用这个Maximum这个调用的时候呢 要返回的数值是16 那么最小的值我们假设是1 如果我们调用这个值把这个数值1增加到17的时候 那么下次再调用这个Maximum的时候就要返回17了 而不要再返回16 所以一个这个最大优先级对列呢 是一组元素的集合 并且这个集合要满足下面这四种操作 而这四种操作呢 它就必须要构建在堆排序的基础之上 大家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要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组元素要满足这个直接返回这个最大值的话 我们的实现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先把这一组元素先构建成一个大堆 然后在这个调用这个Maximum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堆的最开始这个元素返回就可以了 根据上面我们的描述呢 这个满足大堆性值的这个数值呢 它最大的值肯定处于这个数值的最开始这个元素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所有的这个数 所有的元素组合呢构建成一个大堆之后 我们就能够去直接返回这个大堆的第0个元素 我们就能够满足这个Maximum调用的这个要求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要满足这个ExtraMax的这一个功能 大家看 这个ExtraMax的功能是这样的 假设我当前这个集合中的元素最大的是16 我调用这个ExtraMax返回16之后呢 接下来第二次要调用Maximum的时候 我们就要返回的值是14了 那么它这个值的做法呢 那么这个这个ExtraMax它的实现方法呢 如果是基于这个大堆的数据结构上的话 它的做法其实也很简单 在ExtraMax的时候 由于我们要返回的是最大值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大堆数组的第0个元素给返回 然后我们把大堆元素的最后一个元素 最后一个大家看 最后一个元素放到第0个元素上 然后再调用这个Maximum去重新调整 前N减一个元素的这一个 前N减一个元素 使得前N减一个元素仍然满足大堆的性质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实现这个ExtraMax的操作了 我们拿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还是拿我们原来这一个 假设我们还是拿原来这一个 一个这个例子 比如说原来我们的这个 我们原来的这一个 大家看原来我们的这一个 假设我们原来这里面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堆 那么这时候ExtraMax的时候我把前面这一个第0个元素给去掉 然后把第二个把最后一个元素放到前面来 OK放到前面来 放到前面来 这样的话剩下的这四个元素 它就不能够暂时就不能够满足大堆的属性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MaxHepify 大家看调用这个MaxHepify 那么调整第0个元素使得它这个数组继续保持大堆的性质 那么MaxHepify之后大家看它这个2它的左还只是4 右还只是3 所以这个2要跟这个4调换一下 那这个Maxify会把这个2和4调换一下 接下来它再看一下这个 那么这时候这个2 此时它的这个左还只是1 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满足这个大堆的这个要求了 那么通过这个MaxHepify之后 我们把最大的值抽掉之后 再调用这个MaxHepify 大家看最后调整成的这个数组呢 它就能够满足大堆的性质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元素组合构建成一个大堆之后 要满足这个ExtraMax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只要把这个大堆的第0个元素给拿掉 然后对剩余的这个 然后把最后的把这个堆里面的最后一个元素放到这个原来这个数组的首位 然后再调用这个MaxHepify从第0个位置开始调整 那么调整之后呢 接下来剩下的接下来形成的还是一个大堆 那么调用完 那么这个MaxHepify之后 调用完这个ExtraMax之后 下一次再调用 再反过来调用这个Maximum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返回第二大的元素 也就是实施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代码的实现 在我们的代码实现中 大家看在这里面 我们执行一个这个是 大家看我们可以执行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Hepify里面有一个这个ExtraMax实现 这个Max的这个ExtraMax实现呢 跟刚才在文档里面显示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会把这一个数组构造成一个大堆 大堆的话 大家看原来这个大堆的话 它的这个最大值是16 这个元素的集合构造成一个大堆 然后调用这个Maximum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我们就返回这个集合中的最大值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用这个ExtraMax 把这个最大值给抽掉了 抽掉了之后 把这个16从这里面给抽掉了之后 把16抽掉了之后 接下来再对原有的这些 再对原有的这些数值呢 这些元素呢 再构造一个大堆 构造一个大堆的时候 这里面的最大值显然还是会处于这个 大堆对应数组上的第0个位置 所以拿掉这个16之后 我们再调用这个Maximum的时候 返回的值是第二大的值是14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 我们用这个大堆 建立在这个大堆基础式上的这个ExtraMax呢 它是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条件的要求的 满足整个优先级对列的要求的 OK 能够满足这个优先级对列的要求的 最后呢 我们要第四个 我们要实现的这个是Increase Key 那么Increase Key的时候呢 要把一个元素的值增大为这个 给定了这个数值K 我们看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Increase Key呢 我们在我们代码这里面 就有一个这样的实现 有个Increase Key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要增加的值 比这个给定位置的这个堆元素的值要小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用增加了 要不然的话我们会在这个 要不然我们就会把这个当前这个元素的值给增加 那么这个值增加之后呢 这个值 它这个值增加之后呢 它就会导致它当前这个节点的值比它的负节点大 这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个循环判断一下 如果当前这个增加后节点的值比它的负节点大的话 它就用这个值跟负节点交换 然后这个交换一直持续到这个根节点 OK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假设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值在这里面 假设大家看 这里面如果这个是它增大变成了这个17的话 那么这个17就会跟它的负节点比较 17大于10就换到10这里 然后到这里这个10变成17之后 再跟它的负节点比较 17大于14 然后又17跟14 先交换 这个17又到这里 最后再跟这个根节点比较 17大于16 然后它两步换 这个16跑到这里来 17跑到这上面来 所以我们的这一段代码呢 实际上走的就是刚才的逻辑 当一个节点它的值变大了之后 它要去跟它的负节点比较 如果它的值比负节点大的话 它就跟负节点相互交换 这个交换一直持续到这个根节点为止 那么这个种 那么这里面这个increase key呢 由于我们这个要一层一层的往上交换 所以整个increase key 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就相当等于这个对一所对应的二叉数的高度 所以就是log n 所以我们这个increase key的这个运行的复杂度就是log n 在这里面我们再看一下一个increase key的这个效果 大家看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第十九 第九个元素 也就是数组的最后 这个堆里面的最后一个元素 增加到17 然后再调用这个maximum 那么如果这个increase key执行正确的话 这个maximum会返回的值是17 大家看我们的大堆是这样的 大堆最后构成的这个大堆对应的数组是这样的 那么第九个元素对应的值就是2 我把这个2增加到17之后 17比16大 那么整个堆中最大的值就应该是17了 我们运行只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 我们运行之后 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2的值增加到17之后 我们再要再调用这个maximum呢 就会把这个值 这个最大值呢 就会返回是17 这么看来我们这个increase key 它实现的是正确的 OK 实现的是正确的 然后在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操作 叫做insert 也就是我们要对这一个集合中呢 整个这个数组的集合中呢 加入一个新的元素 我们在加入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要把原来的这个数组呢 它扩大一个eBay 然后扩大多扩大一个元素 然后把原来的数组呢 拷贝到新的这个新分配的这个内存中 最后呢 我们把最后这一个 我们把新增加的这个元素呢 最后的这个元素呢 变成一个最小值 最小值之后 再把这个堆的这个 再把这个堆的大小加加 最后对这个原来我们新增加的这个最小值呢 调用这个increase key函数 把最后这个最小值呢 增加到想要插入的这个数值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一个最大堆 就可以实现这个元素集合的插入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函数运行的效果 大家看在这里面的时候 这个函数运行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需要分配一个内存 然后一个拷贝 那么这个拷贝呢 需要拷贝n个元素 所以这一段循环 它的复杂度是n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又调用了一个logn 调用了一个logn的这一个 调用了一个increase key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 这个接口调用 这个increase key呢 这个increase key呢 会把这个值增加到我们这个最大值的水平 增加到我们这个最大值的水平 再我们看一下这个increase key的实现 刚才好像忘了说 这个increase key的实现呢 就是啊 刚才我们说过了 就increase key的时候 我们就它这个节点的值变大了之后 它要通过这个循环 反复的去跟它的复节点交换 所以这个increase key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logn 所以在这里面调用这个increase key的时候 它所需要消耗的时间是logn 那么综合下来 它整个insert的插入一个数字 插入一个元素的时间复杂度呢 主要是消耗在这个拷贝的这里 所以整个的时间复杂度是on OK 那么加入一个值之后 我们再看看它运行的效果 假设在这里面 我们有一个这个 在这里面 假设我们在这里面加入一个新的值是20 大家看 我们插入一个值是20 那么这时候这个值20呢 是加入了这个最大堆之后 它变成了最大堆的里面的最大值 所以这个maximum返回的就应该是20 我们再运行一下看一下 OK OK 大家看 那么加入了之后 这个insert up insert之后 这个值反复是20 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数组 这个元素的集合 添加一个新的元素之后 我们仍然能够保持这个maximum 这个函数返回最大值的这一个功能 保持不变 这样的话我们就这样的话 我们用这个堆所实现的这一组元素的集合呢 就满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优先级对列 这种数据结构的定义 因为我们这个堆呢 它里面的元素实际上就是一组元素的集合 并且我们的堆呢 能够很好的去实现这几种 最大优先级对列的这几个接口的要求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使用堆所实现 我们用这个大堆所实现的这个数组的集合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大优先级对列 那么反过来呢 如果大家要想实现这个最小优先级对列的话 只要实现一个最小堆 然后把这里面的这些接口呢 它的实现呢 做一个相应的调整就可以了 那么有了最小优先级对列之后 我们如何去实现这个系统的时针呢 那么当系统每次产生一个时钟的时候 产生一个这个时钟的时候呢 时钟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这个insert key呢 把这个新生成的时钟加入到整个时钟的集合中 然后每过一个单位时间的时候 我们调用一个这个max minimum 因为最小优先级对列 它对应的接口就是minimum 然后通过这个接口呢 从这个所有时钟集合中 获取最小的这个时间片 最小的这一个 然后判断这个时间片是否已经过去了 如果过去的话 就可以直接回掉这个时间片所对应的这个回掉函数 如果给定的一个这个 给定假设我们原来系统中已经存有一堆时钟的组合了 这时候有一个新的时间最小的时钟加入的话 那么通过这个insert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最小的新的这个最小时间片的时钟加入 那么下次再调用这个minimum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新加入的最小的这个时钟片给取出来 这样的话就能够保持所有的时钟 能够按照他们这个时间片的次序 不断的去执行它对应的回掉函数 所以说当我们用这个最小堆 构造一个最小优先级对列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去实现这个系统的这个时钟 也就是这个timer的机制 OK 那么具体的这个实现呢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练习来自己动手实现一下 只要你了解了这个最大堆的原理 同时知道如何实现一个最大优先级对列 把这个算法里面的这个判断呢 稍微调整一下 就能够实现这个最小优先级对列了 有了最小优先级对列 那么实现这个我们题目中所说的这个系统时钟 是很简单的事情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那么大家可以扫描我这一个公众号 扫描我这个二维码 加入我的这个公众号 然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中获得这个 尽可能获得最早的获得相关的这个技术 技术资讯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关注科技迪士尼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